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还是整理盘 现在怎么做呢 我跟各位报告 我个人做法就是 解码 卖股票 我知道你不认同 但是我不会是想要说服任何一个人 我是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我一直告诉我的会员 这礼拜就是卖股票 就是解码 所谓解码不是全部卖掉 解码跟全部卖掉是不一样 解码就是两张卖一张的意思 就是叫解码 或是一百张卖个三十张 这种叫解码 陆续退出现金 那你听了以后会觉得说看保守 或是看跌 那不是这样子讲 不是这样子讲 那当然不用再解释那么多了 反正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 我也不想一直讲 反正会员懂就好了 反正就是解码 钱退出来 退个三五成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也不用说都没有股票 也不用说零持股 那也不用满档 因为满档在这里才叫满档 这里是要把钞票换股票的时候 这里你不用留钞票 这里是可以把所有钞票换成股票 那这里的话不行 这里你不能还是百分之一百股票 这危险 所谓的危险 因为指标过热不表示说一定要大跌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也没有这种能耐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一定会大跌 但是我看到现象 看到了指标过热的现象 而且成交量已经开始递延 当然今天一定会比较少 很正常 因为美国没有开盘 美国昨天没有开盘 那今天开盘只有半天 今天美国没有开盘 23号没有开盘 感恩节 那今天是半天 台北时间凌晨2点收盘 今天成交量美国也不会很大 大概是这里 老师这个不是还在涨吗 还在涨还要你跟我讲 如果不是在涨我早就把它清光了 我当然知道在涨啊 谁不知道在涨啊 问题是起到没七百倍了 你知道吗 现在起到没七百倍了 你看这个三天经历 但是很多股票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还是有很多中小型股 創新高了 那都是主力股 我跟你講過了 尤其很多IC設計股我不點名 因為主力在做股票也是很兇悍的 但很敢拉 很敢到的 那個不予置評 那種股票你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你買不下去 你買不下去了 因為你講基本面很好你買不下去 那是靠力量的 對不對 那我們講的就是說 如果以全職股或者是業績股來講 才跟大盤比較有關係 對不對 台積電 紅海 聯發科跟大盤有關係 那是跟中小型股那樣跟大盤有關係 沒有 那個就根本不 你如果要操作那些股票 其實你沒有了解大盤也沒有關係 因為沒有關係 沒有正相關 完全是主力炒作 那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講的是大部分的股票 或是全職類股 它會受到的指數 是多頭還是空頭的影響 那現在目前漲到這裡來 這是禮拜二的高點 17421嘛 那現在目前來講 你說老是這邊會不會突破 這重要嗎 我在禮拜二就跟你講 有沒有突破很重要嗎 重要是你的股票要漲比較重要吧 那剩下二十幾點 剩下那幾點 四十幾點你跟他計較那幹嘛 過去要怎樣 沒過去要怎樣 都是要回啊 我可以跟你講我的看法 這種叫灰金北上啊 這個叫我不是跟你講十一月會大漲嘛 這十一月第一個禮拜啊 再一回啊 你看當初啊 八九十這三個月不是下跌嘛 亮縮嘛 那我不是在這邊說回撤上升連線 這邊是一個中線的買點 我說這一根長紅喔 不會大於這裡 但是會大於這兩根 這兩根都是一千點 這個兩千點 那為什麼這一根沒有辦法兩千點 因為這個只有跌小 小小的跌三個月 人家這個是崩盤六千點 所以基齊相對不對等 所以他反撲的力量會比較強 第一根出來會很強 尤其是去年的八月九月又是重挫 那這邊不是就一萬兩千六嗎 大家都記得啊 那這裡的大漲是建立在這邊的大跌 所以這一根會中長紅兩千點出來 你記得嗎 那這一根會不會兩千點 不可能 很難啊 就算現在已經快一千五百點了 我還是跟你講不太可能 很難 因為那個力量不夠大 壓得不夠下去 因為他只有壓這樣而已 17463才跌多少 跌到這裡一萬六好了 那也才跌一千多點啊 不到兩千點啊 跌得這麼少 你這邊怎麼會漲兩千點 不可能啊 這因為跌得夠多了 才可以漲兩千點起來 而且再墊一個角 再往上 再一個中長紅出來 一個中長紅兩千點 一個對不對 一個中可以開高走低 因為這邊是調整這一根的大漲 那這裡再一根 那這裡再一根出去 那你說老師那這樣11月中長紅 12月內會不會再中長紅 我知道你認為會中長紅 我知道你認為會中長紅 因為你套勞啊 你當然希望每一個月都中長紅 你當然希望每一個月都大漲 但是我是分析師啊 我不能這樣講啊 我不能跟你講12月會中長紅啊 這個話我不能亂講喔 就我講出去的話 關係到很多的會員跟觀眾的權益啊 那你說老師那12月會不會中長紅 我暫時先保留一下 暫時先保留一下 不要先講大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1月份要選總統 明年1月份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啊 那你就會預設說 12月會中長紅 好 那我這樣問你 大家都知道1月13號要選總統 總統大選 那請問一下 在10月份你為什麼要賣股票 你明明就知道為什麼你會嚇到 在這邊嚇到 現在的氣氛 現在大漲喔 我現在跟你講 你說喔 大漲了 我就知道要選總統 所以會大漲 問題是這邊大跌的時候 你怎麼不跟我講這句話 你那時候不是都在賣股票嗎 少來這一套了嘛 我太了解了嘛 那時候整個市場的氣氛是怎麼講 8月 9月 10月那時候的氣氛怎麼講 大家都喊崩盤了 有沒有 你記得嗎 多久以前 那時候跌破16000點 不是大家都看空啊 有誰會在講說 說11月會不會大漲 會大金要北上 只有我在講而已啊 那現在漲了1500點啊 那還沒有縮盤啊 11月還沒有縮盤啊 但是收盤會不會長2000點 不會啦 不會啦 那老師你這樣講的意思 你要表達什麼 你到底要講 講重點啊 那我如果沒有講清楚 我講重點 你可以接受嗎 我先講給我會員聽嘛 不然的話你們又聽不懂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大東啊 炭錢先放在那裡 如果有一些現金 如果有一些現金 我們不一定要期待大盤大跌 不一定 我已經講過指數的整理有兩種 一種時間整理 一種空間修正 但是股票一定會整理 因為我們是做股票 不是做指數 所以我不會在乎 很在乎指數 那我們錢留著 有一些股票不是就跌下來了嗎 跌多一點好啊 不跌停板啊 最好看能不能三個跌停板 跌到這裡來 那不是很好嗎 因為你要現金你才等他拉回啊 所以我說回測你要注意慢一點 現在你就要做準備 做什麼準備 第二度揮大金要北上的準備 以大盤為例 這第一度揮大金要北上啊 那你要讓他回 看要空間修正下來 還是時間一直混 混整理 讓這兩條線拉上來 那如果可以回最好啊 如果可以回到頸線來 或者是回補缺口那是最好的 漲了1500點 如果跌過500點也是剛好而已 你也不用覺得奇怪啦 你也不用覺得奇怪啦 不用覺得奇怪 但是我沒有說一定會這樣 我只是說如果是這樣 你也要接受啊 但問題是如果是這樣 請問投資朋友 你如果沒有賣股票 你沒差在談 報上報下不是沒差在白搭啊 沒差在談 不是沒差在談嗎 而且不但是這樣喔 等到跌下來以後 那個股票有的跌得很便宜 有好價錢 找不到錢 因為錢全部都放在 連在股票套牢在股票 投資朋友你應該有這種經驗啊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接受我的觀念 退出現金出來 我有沒有叫你全部把它換成鈔票啊 你換個三成五成出來 有過分嗎 或者是有高級期的股票 賣掉換成GG期的 這樣有過分嗎 股票也有高級期低級期啊 漲了很多的那個叫高級期啊 你先賣一下不行喔 或者是賣掉轉換成低級期 這樣不好嗎 不是就是這樣做嗎 這樣才叫價差操作啊 這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 就是跟我會員講的東西 我是一直在灌輸他們這種觀念 我現在非常的期待 這檔股票能夠跌停板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利空啦 利多我也不會去買啦 利空我也不會去賣啦 我不甩這種市場的信息面的啦 消息面那個聽太多了 我一直在等它重挫 它如果可以跌下來多好 它如果重挫到底有多好 希望它能夠重挫 希望它能夠重挫 像這樣這樣 希望它能夠像這樣跌多一點 重挫 希望如此 但是它不一定要跌下來 但是我只是說 我們很希望它能夠重挫 為什麼 這樣才能夠重挫 便宜啊 了解你的意思嗎 但是你說老師 你這種國標會不會重挫 這個比較難 這個很困難重挫的啦 我跟你講明了 機期不一樣嘛 打發 這邊八百四百 不一樣啊 這三百 五百 這三千 三千多萬 這怎麼一樣 機器就不一樣 你看這兩三百 這邊兩千塊 機器不一樣 達發機器低 怎麼會一樣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 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 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 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 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錄影音樂 我給你看一下 注意看這裡 對不對 為什麼我主張說要檢測 你看 我說的是基手 我不是說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搞不好這三天都創新高 那我們就不談個別股 我說以大部分的股票 這邊不是指標就過的 這邊不是頓化嗎 在這裡要買股票 這有什麼問題呢 可是它也沒有大跌啊 你被擦空啊 自己就大頭啦 擦空誰被擦空 你才被擦空呢 我沒有半坑被擦什麼空 我馮高一直在賣股票 你被擦什麼空 我是賺錢在賣 你說這支股票也是啊 我就說過了 這支是萬豐硬派在做的 不是高交股票做的 說這支股票 它一波上來是不是量縮 那這一波我們沒有做到啊 那我們做這一波52塊 那剛開始也漲得很慢啊 但是都是在賺錢啊 大賺小賺在賺 一直到最近的噴出嘛 那這52到現在68.5 你知道那賺很多錢了呢 那我叫我會員解買一下有何不對 可以接受啊 你10張賣個5張 100張賣個50張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就像這裡啊 我一直在講說 老實說你這樣子 你一直講這個事情 我最近是比較少講的 因為我現在 之前不是賣掉一半 我現在是很希望它能夠重挫 讓我買回來 因為很多人在等這個要買事情 可是我現在的價錢 我買不下手 我不是說它沒有這個價值 我只是說短時間來講 它寄書面必須要一個整理 我才想要進場 不是它有沒有3000塊的資格 不是這個不是價格的問題 是因為它整理時間太少 它整理時間實在太少 那它在整理的時候 它會不會整理 當然會整理 所以你要減碼 它整理它不整理才奇怪 而且它是老二 它老大 老大在整理老二怎麼敢漲 這種鉤品怎麼會敢漲 它當然是要整理啊 這種都當然要整理啊 誰不整理 高價股也要整理啊 最主要是這個龍頭在整理啊 何況是還有這種股票 一直還爬不上來的 為什麼必須要這麼長時間調整 因為這邊漲太快漲太多了嘛 你這樣子算是時間還在調整嘛 這不是基本面的問題嘛 你說很多人很關心說尾創什麼 你看它漲這麼多嘛 二十幾塊漲到一百多塊 那你這樣子整理有何不對 這都很正常啊 就好像是它一樣 之前不是就崩盤嗎 那還不是那麼久的時間整理才噴出來 才漲起來 那基本面是變好嗎 也不是啊 技嘉還不是一樣 所以你看像這種股票 尤其是技嘉啦 總之說serve 技嘉啦 偉創啦 廣達啦 很多投資朋友都套在這裡 你來找我啦 應該買的時候我帶你買啦 應該買我帶你買啦 就像之前啦 這樣股票很多人不是很看壞嗎 它不是談到 談到下量幾千 我不是跟你講會倒幾千啦 就一百七啦 就上來啦 它不會一直跌嘛 它就上來啦 上來以後整理以後會再上去啊 你要一段一段做啊 你只講基本面很好幹嘛 那講基本面幹嘛 講基本面一些古兵也不會買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你只要講它打發 你只用不著探貴手啦 外公導致別人 所以有時候你股票 要懂得賣一下 真的 算了不要講這兩檔啦 沒人說我在打壓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差價要做出來啦 價差要做出來 這打發好 我不是這天賣到一半 最多可以賣到540 隨便賣到536 我530以上很簡單 那我們是在400億買的 這邊第一天我們就買了 那買的原因 理由我都講得很清楚 那這段時間持續加碼 我們總共 我是這樣子啦 這檔股票我的操作是這樣 我是說你先買一張 一張是50幾萬嘛 40幾萬嘛 然後再買一張再買一張 總共買了三張上來 所以會員每一個人都有三張的打發 那我 比如說到這邊先賣掉一半 賣掉一半 三張賣1.5張可以 賣一張可以 賣兩張可以 這個是一個指令出去 那你如果不賣 也是你的決定 因為就是還在看好 所以才沒有除清 就像之前要操作那個資源一樣 價差操作就是這樣做 那你一支賺10幾萬 清清拆掉就有 這樣10幾萬 你說好了 你賣 410啦 賣啦 就算你賣510好了啦 也沒那麼低啦 我那天call信不可能賣那麼低啦 賣個530幾 520幾 隨便賣得掉啦 那一張就賺10萬 何況是我們賣三張 你都看的啊 你都知道我怎麼做啊 那你這支股票 你醫療是看得到 我是看這啦 長線我是看那啦 長線啊 但是短線我沒看那 短線我沒看這橫啦 短線要長到哪裡 我會員知道啦 早就講了啦 400塊的時候就講好了 那這支股票 以後有沒有可能 拼千金 有 但是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以後再解釋給你聽 那你不能長期投資 我沒有在家裡長期投資股票 我都是價差操作 我沒有在鼓勵你 把我的股票都不動 那不是我的風格 我絕對不會這樣子做的 我都是價差操作 價差操作 價差操作的 所以如果說 你要講我說 老師那以後答發有沒有可能 變千金 有 他賺那麼少錢 有可能變千金 有 他以後會賺很多錢 就像之前四星 才賺十幾塊 你也是說他賺很少錢 現在四星今年會賺45塊 明年65 後年85 我早就跟你講好了 那達發呢 以前才賺一二十塊而已 但是未來 會賺很多錢 你不會相信的 我太了解這檔公司 所以你要跟著我操作 很多人抽籤到了以後 抽籤435 結果收不了這樣洗盤 結果 436塊就賣了 賺一千塊就可以了 開心 跟人抽籤 抽我大顆肝 四顆肝 結果又賺了一千塊 甚至有的人又了解 你有的家不會賣在435塊以下 還賠錢 我們都沒有去參加抽籤 我們會 對不對 我們不用參加抽籤 我們隨便買都買到410塊 沒有人要賺 現在給他賺一萬 等著 還看企業 你一張就賺十幾萬 一張就賺十幾萬 你如果要賺十幾萬 你就賺了 你說參加會員 不然那麼夠高 我已經講過 如果你要參加特級鷹派 我建議 兩三百萬三五百萬操作就可以了 因為你要操作這種高價股票 或是特別高價的較高價股票 你要參加比較 你要參加這種會員 特級鷹派或是高級鷹派 就專門在做這種高價股 一千 兩千 三千的 五百的 六百塊的 你沒對我做的 我沒有在當機投資的 我都有價差的 價差操作 你每天看我的節目都很清楚 加入好友 所以我跟各位講 AI相關供應鏈 你要注意回撤的買點 回撤很正常 股票要漲多了回撤 不是就很正常嗎 為什麼要懷疑呢 就像十月底不是就在回撤嗎 現在不是就漲一千多點上來的嗎 所以你要利用回撤的時候趕快來買 才會測動第二度的會金北上 會大金要北上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下週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